很多巨大星体神秘消失,原因不明 近年来,天文学家发现宇宙中的一些星体突然神秘地消失了,而没有留下踪影 据天文学网站Sky and Telescope近日报道 天文学家注意到,观测了13年的类星体SDSSJ1011加5442的信号消失了,而且无法找到消失的原因 尤其让天文学家感到惊讶的是,还有很多类星体,如明亮的SDSSJ0159加0033 以及不明亮的MRK590、MRK1018、NGC7603等等都神秘地不见了 其原来所在的太空位置不再有它们发出的信号,取而代之的是普通星系的光谱图像 报道说,以SDSSJ1011加5442为例 这是2002年首次被斯隆数字化巡天发现的一种类星体 斯隆数字化巡天是美国新墨西哥州阿帕七点天文台的2.5米直径望远镜进行的红移观测研究项目 显示太空中的超大质量黑洞在吞噬其他物质时发出的信号 之后,天文学界使用SDSS及其他设备如广域红外线巡天卫星 林肯禁地小行星研究中心望远镜 卡塔利纳巡天观测等 对SDSSJ1011加5442进行观察 科学家发现,这颗类星体的亮度在几年间持续变暗 直到201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天文学家发现 SDSSJ1011加5442所在位置的太空没有了信号 也就是说,SDSSJ1011加5442消失了 取而代之的是普通的星系 原因不明 报道说,类星体一直被天文学界认为是黑洞的体现 尤其是诸如SDSSJ1011加5442的这些类星体 其发出的信号都表示 它们是质量为太阳5000万倍的超级黑洞 科学家分析了这些活跃的天体消失的原因 认为很难用超级黑洞迅速从活跃转为静止的变化加以解释 对于其信号的消失 可能有太空中沉云阻挡的原因 但是,这种超级黑洞或者说类星体 不会被一小块沉云那么容易地完全遮盖住 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杰西·鲁尼欧解释 按照黑洞吸收盘的大小推算 这些类星体需要800年的时间才能变成没有信号 不会在短短的十几年就在众目睽睽之下消失 而且有很多这种类星体或者说黑洞消失 目前,天文学家仍在持续观测这些星体原来所在的空间 希望找到可以解释的原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